大家好 我是欢欣 今天带来一场内奸视频 最近我不知道为什么当内奸的概率非常的高 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当内奸控场都非常舒服 就是总有一种要赢的感觉 那还不知道为什么最终都没有获得胜利 就是非常的郁闷 几局都是闪电莫名其妙批我 这个在昨天说了 这个非常非常 就是反正那种莫名其妙啊 就是马上就赢了 莫名其妙出来个闪电 完了谁也不批到我那批了 我这能怎么办 每次都是在这 大家都是残血 我就我一个内奸 状态非常好 一动就要赢的这种感觉 就是反正你只要一动 大概就是直接进单挑 要不就是优势主板内 优势主板内就一位二都感觉能赢的这种效果 完了就批你 这你能控 但是今天呢 这个视频我还是要带来一下 今天不是这种情况 但是我一内奸视频一般情况下是我比较喜欢做的 当然最主要原因是内这个身份设定 让他的胜率非常的低 现在很多朋友都说自己的内胜率20%多30%多 是因为内奸有一个那什么输的就是取消 取消输的这个战绩 我们玩三国杀的时候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所以我觉得呃在当年的百分之一个维持住内奸一个在百分之十几的状态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内奸胜率了 呃 但是因为这个视频太产生争议了 因为他的选将不符合内奸的特性啊 所以我也就懒得去再做那种视频啊 或者说是有机会在做 但是不是说不做了 其次的话就是一些有内套 就是说我很反感像鱼镜这样子的内奸 鱼镜这样子的内奸的确是自己有保护自己的能力 但是他没有一个很好的控场能力 就是你的心态就是希望主中方以三维四的状态能进入一个平衡期 或者说是稍微劣势啊 但是这个劣势不能太大 因为太大的话 你鱼镜的能力是没办法弥补的 对不对 你你再强制控场 你鱼镜能做什么 呃这样子的话 你以鱼镜的能力在如果出现碾压局啊 或者是劣势局 就是一方大劣势局 你是没有办法去把这个局势按你的思路控回来的啊 所以说我不喜欢选这种所谓标准的内奸选将 我更希望选在能保护自己的同时 也有一定的控场能力 能帮助这个局势按你的思路去行动 呃满宠这边挑了一个忠诚 熊悠涉一个比较强势的忠诚 而且他放A的话不会对满宠造成误伤 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再加上劣势局肯定是需要啊 那什么我们七兽有一个不错的化身啊 是司马懿 其次也有一个姜维 但是姜维作为一个内奸目前是不太需要的 我没有什么要标准的控制力 我也不需要在初期就要强势的通过挑衅创造什么收益 所以有一个司马懿 有一个反馈的保护剂 我们其实就够了 这边我维持住一个杀闪淘酒 不是没有闪杀淘酒 这种防御效果就过 把握好自己的状态 反正这一局应该不是一个快局 满宠不是一个容易推的主攻 领董这边也是降游过 王毅这边掉线 这是一个临时的掉线 他马上就回来了 貂蝉跳了一个反贼 通过离间控制寻游 因为他打满宠 满宠飞雪 呃产生预测是不会给他飞雪的 所以他只能通过离间来扣别人的雪 寻游这边是强势的压一下他 寻游手上有一张桃 这边袁术 袁术直接开一个五谷 在这个位置开五谷 还是比较偏忠诚的 那件是我们对吧 反正已经刚过了这么多人 马上什么主中联动 所以这个位置的五谷 肯定是主中收益大 所以他开五谷 我们就可以定 这边也是很可 我拿了闪电 是因为咱有鬼才 但是鬼才主要是保自己啊 我闪电劈死一个人 是为了让我更好地把局势人数减低 考虑的输出就少一下 这更方便你去控场 所以在咱们有鬼才的时候 就挂一个闪电吧 批谁也咱不管啊 对不对 批了主攻 主攻也就等于说是只费两滴雪 因为预测也没人给他丢牌 这边袁术选择去强秒王爷 他觉得是 希望吧 就是希望那个主中方能够急火把王爷打死 因为王爷那边飞雪了 但是我觉得如果打不死 这一次王爷的过牌 可能给反贼一个不小的爆发 但是之后我们就不管了 忠诚的思路 如果他有机会能巧妙叼缠也是可以啊 但是当时可能是通过距离啊 不过我寻游距离被拆了 这个是比较尴尬的 起码是寻游可能少一点输出 要不寻游一杀一万件 咱们看的情况也许能收一个反贼呢 但是这样子的话就没有 我们这边没有闪 只能刷一下化身了 运气非常的好 刷到一个刘备 这一局既然有刘备 我们就要通过刘备来 刘备仁德的思路来控场 就是我曾经在标峰局的时候 就说过刘备是可以当内奸的 不是说它是辅助属性 是因为你可以把自己的思路 传达给反贼或者主中方 来通过你给的牌 来做出你想控场的效果 这一轮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的仁德的想法 这种东西 我觉得大家都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啊 就是很多细节的东西 都是要考虑 首先这个时候 我个人是希望这个反贼是死的 对吧 要不你说一个产生大过血卖牌的王毅 秘技是非常难受的 因为他的行动可能会给我们造成 这个无法估算的东西 所以我这个铁锁先过牌 如果我有属性杀 肯定铁锁直接数 先过牌 看能不能找到机会 能杀死王毅 但是运气非常的好 出了一个距离 那我就先试着收掉王毅 收掉王毅的时候 我就在考虑这个降面 到底谁强谁弱 反贼和主中方的降面都不是很弱 但是什么情况下是我们最想走的 就是说 元术 在自己能发挥一下 帮我们去杀下布链尸 或者是压下貂蝉 因为貂蝉老活 可能对我们的威胁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他每回合的输出非常稳定的 这样子的话 能很好的去直接什么推死寻 寻忧 完了 元术又非常的危险 就是元术又可能说是我非常希望他死 这样子的话就控不住了 那我希望局势更慢一点点 我首先给了元术一个距离 是希望他有距离能产生 或者有点牌 来创造一下他的嘲讽 给了寻忧把这个白银给回去 也是维持一下他的状态 或者也是提高下嘲讽 其次的话 最关键的是 我把九给了貂蝉 这个时候貂蝉是没有距离的 我给九貂蝉 思路非常简单 但就是希望他九杀元术 九杀元术的同时 我觉得主中方是有桃的 尤其主公那边 元术最后刚才是七牌 我觉得他最后一张牌 也是一张桃 不是桃是闪的话 那九杀是不成功的 如果成功的话 他也不会死 因为他有 不是闪肯定是桃嘛 那他这样还是能产生自己的作用 那元术再产生一次作用 帮我们控一下反贼的同时 反贼肯定会激活把元术打死 那这样子的话 死一个王毅 死一个元术 元术临死前 要帮我们控一个反贼 那我有更好的路线 去往下继续走了 寻忧也许大家说了 你寻忧怎么办 寻忧还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他棋测完以后空手牌 我随时能找一些机会 能把他打死 这个我倒是不是十分威胁 而且他的输出对我来说 造成啊 就是主中方 可能主攻的能力比较偏弱 也不可能说是高爆发 这样子的话呢 这边的话 貂蝉离间 寻忧寻忧 卖出来个桃 我们给的是白银狮子 这边九杀 看他能不能 哦 这边还是一个雌雄 多给一个雌雄 他可能就把我的青岗念人了 看一下 他要闪吗 那就说明他留了一张闪 他要不闪吗 就肯定留了个桃 这是我当时的考虑 不管怎样 思路还是打出去了 不过貂蝉这边非常的狠 一杀还竟然一兵 那这样元术 不能产生我们 希望他临死前 最后的一次爆发 但是做不了 他该做得做了 吸引了输出 也让反正那边去压了压他 浪费了一点输出牌 等等等等 也就不管了 如果我们不给这种东西的话 他们可能 元术加寻忧的这种能力 我也估算不出来 你说元术庸四一下 过那么多牌 你这种输出能估算出来吗 估算不出来 所以再能自己控制的范围 慢慢的减圆 是对于内奸来说最好的一个 当然前提是你要维持出自己的状态 而且刚才我无故拿了个闪电 也是想通过闪电控下牌 这边的话 闪电 我是这几天被批判了 所以回合内肯定鬼才 那我回合外 我是不管的 暂时性是不管 看局势 闪电肯定是为了帮助我们控场 这边我回合那果才 怕自己被劈死 反正也不需要仁德补血 但是我用鬼才的时候 他竟然不去判定了 这边 牌很一般 所以这个时候 也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直接过 闪电被卡在领头那边 吊蚕继续的九杀元术 那元术死了 元术死了 我也不会救了 因为我这个桃保的寻优即可 还是一个三一三的状态 我的能力也并不是很弱啊 我有姜维以及刘备 这几个武将都是很好的 而且我有刘备的同时 寻优开能帮我刷刷身的同时 我也能回血 所以我觉得我们将面还是很优势 刚才调查一个非常细节的处理 就是没有逼越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逼越开成手动挡 就是像这种情况下 你如果还是自动逼越 那你这个牌就没办法暗序了 对刚才有一次 刚才布链石都没暗序 就是没有暗序空间都不给我暗序 对你能信 这边满宠军行 抑制一下布链石的行动成功 熊游这边基本上是赤桃 因为他两个桃嘛 满血的同时 开完了打一下反贼 局势还是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 这一次可能反贼比较的伤 我这边划身一个周态 周态但在这个时候还是没有多大用 满宠先把亮了一个明的决斗 这个决斗一定要记住啊 我觉得这一局关键就是不计牌 当然不是我 我全部人得啊 没有人得寻优 其实就是想提高寻优的嘲讽 因为现在貂蝉离间寻优 寻优是要弃主公的牌的 所以貂蝉有很大的这个欲望去离间寻优 那我就希望他通过离间 在缓慢的掉寻优血的同时啊 也提高下主公那边的能力 我多给了他一张装备 记得那就是让他弃牌用的 灵斗这边限制了一下我 貂蝉 我这个时候还没有用鬼才啊 的确主公和忠臣是被铁锁的 按道理还是他们非常的危险 批一个人就死了啊 但是我没有用过去才是因为这边被翻面了 是卡住的 其次的话 呃这个时候用鬼才很可能 就是因为这一轮 反正闪电到不了主公那 我要用鬼才 我我我批人也没有什么作用 如果批死了 我也不能保证说是后头非常好打 啊所以我干脆就反馈好了 保护保自己不要莫名其妙被降低状态 防A 这一次我没有去选择刷画身 有刘备 我觉得是够了 而且我希望熊游死了 也没有反馈的牌 呃对 反馈牌我们还有人多的多 你说这边连牌都没有 我人得完自己留不了多少牌 我把顺手给蛮宠 是因为我觉得熊游可能要去 啊去的话 提高蛮丑那次的行动 蛮丑那边有个明决斗 尤其就可能带走貂蝉 但是领统这边出个顺 还把我的桃拿走了 这是我最不想看到 我就巴不得他妈 赶紧把火宫拿走呢 拿走我桃 领统这边还是比较淡定的去 其实我这个鬼才亮一下 最主要的原因是怕主公被批啊 如果批了的话 我觉得反而有点难打 所以我还是淡定的去 啊换一个鬼才来保一下主公 我们给了蛮宠顺手 完了蛮宠那边还有决斗 这样进入2v2 所以蛮宠洞直接打到主板内 我们还是有一定机会 起码进入主板内控场 就不是说是内奸不能打的局了 对不对 我们通过自己的速度 虽然说可能我个人嘲讽 稍显得有点高 但是啊 蛮宠也不想在 灵统状态非常好的时候 进入单挑 所以找个机会 还是不错的 这边还要貂蝉那边不是红纱 直接去杀向了蛮宠 这次貂蝉的输出打出了非常高 蛮宠这次没有选择 他可能是没杀不敢去决斗 所以直接翻面貂蝉 看一下情况 我们要换成仁德回血 找机会直接推到两反 能进入单挑 我们就稳赢了 但是很可惜没有 没有的话我们就把 无限和火宫给了蛮宠 沉一下状态 这个时候出现了本轮 我觉得反贼一次控场的事 我就是说当时满宠 手上本定是有一张杀 并且我仁德了满宠的牌 对于反贼来说 我仁德的牌 他们是未知性的 但是可能是输出牌 所以这个时候 作为灵统来说 是应该什么 去拆满宠的手牌 保护貂蝉 再动一回合 如果他当时是有逃的 有逃的话 也不一定说是在 我给补牌的同时 满宠又有名的二杀 锦囊的同时 能保住一血 两手牌的貂蝉 所以说在有逃的同时 也要试着去拆下 满宠的决斗 看能不能保护住貂蝉 因为貂蝉活的 他们绝对是有赢的希望 如果貂蝉死了 就扯淡了 所以当时灵统拆我 我也想不通 最终的话 他拆了我 然后主攻那边 又摸到一个南蛮 我这边肯定是反馈手牌了 因为我觉得 他要有多余的输出牌 肯定要打死我了 而我能反过来决斗什么的 我动来收貂蝉的话 还有的打 但是如果让他收完 他又直接会选择打死我 来跟这种状态的灵统进入单挑 他可能就比较优势了 这个时候也就是讨论 那个情况了 就是说 这一拆 我觉得怎么不应该 也应该去拆决斗 试着去保貂蝉 他有陶 我理解 他觉得有陶能保住 但是人家抱的是 明的二杀锦囊 反正这边内奸还忍得过凯 还有自己的裸摸 一张桃够吗 如果有两张桃 我不说你什么 你那下次内奸进入二位一 可以 你看他只有一张桃 那直接 直接 死了 那内奸主攻一看 那貂蝉打死 直接收我 进入单挑 这局我在某个时刻 觉得自己是赢了 然后 我们询问林统 为什么 那林统说 主攻牌太多了 不想去拆 其实我就是想跟他说一点 就是算做一个交流 我动 貂蝉是不一定会被打死 因为我没有名距离 也没有一个牌 也没有一个好的状态 对吧 但是蛮冲动 貂蝉是要死的 而反贼那时候 核心在于貂蝉 貂蝉在于 就创造出很大的收益 而且我觉得他的思路 也是在保貂蝉 那如果他 去拆主攻 拆掉那一张 就虽然说的确主攻牌比较多 不一定能拆到那绝斗 或者他藏着虚报的别的牌 但是万一拆掉了 刀蝉有可能活 你们就有可能赢 但如果你拆内的话 那你们 就输了 当然除非你逃多 但是我们从结果来看 林统逃还是不多 如果逃多的话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对吧 内奸 当然如果他逃多打不死 貂蝉 主攻也不会把内奸打死 这种东西我没有掩饰到 我们也不了解后头的情况 但是从这一点来看 我觉得还是可以多考虑一下的 不是说丑内不丑内的问题 就是说当拆完这两张内 用途在哪里 尤其是当时貂蝉不能动 我觉得他拆内的合适在哪里 那就是在貂蝉能动 拆完我 貂蝉杀死我 进入一个二位一 完了 你们也有调整手牌的机会 但那个时候不是这样子的呀 不过我 算了 这个也就没有什么 所以最终我输了 但是我觉得中期 包括利用人德的控场 还包括一些控场思路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所以拿出来进行分享 这也是今天我比较遗憾的一局 输赢 我觉得无所谓 但是这个过程中 我感觉能赢输了 我心里头就很遗憾 这个是我玩三国杀的 一种莫名其妙的状态 最终以那样子的状态的零一桶 是单挑不够蛮宠的 最终蛮宠获得本次比赛的胜利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 谢谢大家 有点短 就是随便一出 因为晚上 今天晚上貌似也没什么好看的局 我相信